各位认识教室 姐妹们好 今天我们的信息是有行动的感激和爱耶稣 因为很多人第一,不认识感激,第二,不认识感激,第三 没有行动,我们要行动 我稍后读经文,首先我讲一些引言 我昨天见了一个病人,他觉得很惨 他自己都觉得很惨,他跟我经认一经,就一直哭 他六十七岁,刚刚退休两年,他说我很努力做工 以前别人叫我放假,我都不放假,因为那星期我可以赚多些钱 他整天都很心急,他就在波士顿做工 他说整天在冰雪地跑的时候,追车,快点,快点,快点 他就很多次在冰那里跌在地上 他说不知造成了什么伤害,但他也吃东西很随便 他说前几个月已经有些先兆,他有些问题 因为他有轻微的中风,但他不知道 他就发觉有一次不舒服之后,喉咙好像说话有点不太顺 但是到昨天前日就很严重了,整天手是完全不能动的 他把手拿起来,整天手是同的 一脚,有脚趾也能动到脚趾 他说我很后悔,为什么我以前不去旅行多些呢 为什么那时候我不照顾身体,不断吃这么多肉呢 他的心里就很后悔了 我看了一件事,就是说这个人,我安慰他 我先安慰他,我看了很多东西 第一,我告诉他,我认识有个人,他是中风 但后来他可以学到用拐杖走路 甚至可以自己下街也可以,可以在街上走也可以 我说可以的,有很多人真的可以训练到可以 我说你应该感谢神,我不是感谢神,我以为感谢神是什么呢 他的眼睛没有问题,因为中风有时影响眼睛的视力 第二,他说话没有问题,一样说话很清楚 起码说话和人说话很清楚 我认识以前有一个牧师,四十多岁中风 中风之后,说话是没有办法能够,很难听,很不清楚 所以在他来说,他是手脚不行,但他如果做运动也可以 但当他没了问题的时候,你就发觉,原来有脚是这么好的 我们能够走路,是一个这么大的恩典 师母现在,有很多时候他自己走,但有时候是要扶的 因为他有时候会昏 他自己就看到,能够走路一个很大的福气 因为你能够起床走路,是没有事的 我见过很多老人家,他就整头乱了 那怎么会乱呢?就是走路的时候有问题,就跌到乱了 那我们有脚,有手,我们可以四围去 你想去哪里,立刻转转走去 就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我们有手能够做事 如果我们的手像狗的手那样,我们连拖手都做不到 你知道吗?握手都做不到 那些狗可以被人握手 有些狗是手手的,那只狗是伸手的 但是狗的手不能够捉住,那只狗的手不能够捉住 那只能够被捉住 就是我们人,神做我们的手能够动到 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当我们数算恩典的时候,是真的由头到脚 就是你身体上任何一样东西,哪一样东西没有了都很惨 一样东西可能你说最没有了,最不影响的就是头发 就是没有头发你都可以生存的 你没有了手指和脚趾,或者没有一只手指都有影响 譬如弹琴的人没有了手指,这里就拍不开 那么你头发没有了,虽然你说没有问题都可以生存 那些人,你知道多少人做化疗,头发没有了? 那你说,你都没有什么,你一样可以做到东西,你都可以走路 但是他觉得很肉酸,所以戴着帽子,因为他觉得没有了头发 那就是说,原来我们全身任何一样东西 没有了都是很惨的,如果不是头发,另一样东西 一旦没有了,譬如那些人做化疗,鼻咽癌那些 我以前听说,鼻咽吃的鼻咽多,吸的鼻咽多 其实鼻咽和咽喉,有癌症,当他做化疗,电疗 他吃东西没有味道,没有口水的 整天都要拿着水,整天都要喝的,是很辛苦的 我们能够整天喝口水出来,是很大的恩典,是很大的福气 我们全身运作,吃东西就能闻到味道 你闻到味道,你不要觉得是必然的 有些人真的闻不到味道,和尝尝不到的 师母现在他吃东西,他说甜就变了酸 如果是辣,他喜欢吃姜,就变了苦 是很辛苦的,有很多人,但师母是很平安的 他比较舒服很多,我们都感谢神有 我们所有的一切,当你真的感谢神的时候 其实万物是一定有的神做,不是变出来的 有些人很喜欢说变出来,我去上网看看 那些进化论他说是什么原因 他说是什么原因 他说原来人和猴子很相似,所以人和猴子变 但我问他考虑一个问题,猴子是什么变呢? 进化论他说是老鼠变 老鼠变猴子,中间应该有很多过程 身体全部的脚又变了方向 我的脚不同,老鼠的脚 全身都不同,你和老鼠有多大分别 由头到脚都不同,遗传因子也很不同 在过程中这样变化的时候 应该会留下很多化石 化石是最诚实的,因为化石是随意的 他不是说那些化石 我保持这个化石,不保持这个,不会的 随意就是以前的生物死了就留在这里 应该看到很多生物 为什么由老鼠慢慢变,变成人员 但是没有的 所有的生物全部是完整变好的 没有一种是变的,全部属于 我们看到的每一种生物是没有中间形的生物 所以化石是不支持进化石 是支持生物突然出现,一出现的时候也会种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的一切不是变出来 是真是神做我们的眼睛 是不是非常好? 眼睛的功用也有很多 看东西看得很清楚 你看书不会有一层东西阻隔着 是很清楚的 眼睛可以看东西给你知道这个世界 如果生存有些盲人真的全部靠听 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试一下一个小时 就找个人拖着你走路 但是你是要闭上眼的 完全看不到东西 一个小时你试一下 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你早上起床 你是要摸索下床 跟着走去小小间 跟着去雪柜打开 是什么来的? 假设有食物 有人预备好东西 一个盲的人 很难去预备所有东西 一定是有人帮他 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神真的好 他做我们的眼睛 又做我们的自然界 自然界 看得不只是眼睛 看得漂亮 而是你去到的时候是很舒服的 有时我特意走路 我特意选一条路 去高中之派里面经过 可以享受里面的风景 我觉得神也是做得很漂亮 你去到自然界 去到树林 去走走 真的觉得很舒服的感觉 去到沙滩 感受的声音是很舒服的 我们的神 你真是好 做的一切是美好的 如果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 我们就会开心很多 你发觉那些不开心的人 经常都会说 那个人对我什么坏 这个人对我什么坏 这个人对我什么坏 有些人我认识他 他从见到我的面 一直离开 如果我不停他 他都会一直说 谁对我坏 他又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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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一直说下去 他心目中所记得的 全部都是不好的 这样的时候 他是不开心的 你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你会说 我不是经常看坏 不过我又很少看好 很多人 他就不懂得去数 他不懂得去数 他不懂得去数 有什么好的地方 那我们要学 就是要学去数 就是数一下神的恩怜 去想想 由早到晚 你能不能再感谢呢 就是整天想想 哇 我能够早上起床 真的好 我又看到这么漂亮的环境 真的好 就是每一样东西 我们看到 都是感谢神 神啊 你所创造的 真的很奇妙 很美丽的 那我们真是求主耶稣 给我们这个心 我帮你打电话 你扶回去 不知道他是不是来了 这个不是 他在家 这个女人 当他来到耶稣的时候 他真的很感恩 为什么呢 这个女人 他是很大罪的